杨子刘学义事件持续发酵,知名于记,在放出他们二人同吃蛋糕的画面后,一边被很多网友质疑视频的真实性,一边还遭到数千名杨子粉丝的私信谩骂,有人甚至扬言要杀了他。 近日,他又放出了现场的高清视频回应,同吃蛋糕仪式被曝光后,杨子第一时间发声否认,表示他和刘学义是十多年的朋友,当天只是和众人一起给刘学义庆生,且并没有同吃一块蛋糕,只是一个简单的聚会,他不想再复杂,希望让这件事到此为止。 随后为了自证清白,杨子还晒出了跟好友的聊天记录截图,紧接着,刘学义也发声明表示,并没有护卫蛋糕的行为,其实,两位当事人都发文辟谣了,事情发展到这里,应该也会像杨子希望的那样到此为止,可他的粉丝却不同意。 当杨子发文辟谣后,张小涵在自己的粉丝群里表示,认为,他的爆料不真实,可以去打官司,有意义的人可以去起诉,随后又说,自己社交账号的私信里,全是要杀我的,并强调,这些人都是杨子的粉丝,一批一批的,至少几千个了。 于是,就有了张小涵发布的那段未剪辑的高清视频,他表示,自己看到杨子亲自回应,希望事情到此为止,自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,可子民们太热情了,一直祝他节日快乐,私信已经炸了,那就放出未剪辑版,让蛋糕再飞一会儿,看得出来,张小涵表达的已经很含蓄了。 按照他在粉丝群里的说法,他在曝光杨子和刘学义的视频后,是被几千人私信谩骂,以及收到了来自网络的死亡威胁,以至于有网友已经开始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了,有网友可能不太明白,刘学义和杨子,男未婚女未嫁,即便是真有恋情被曝光又能怎样,更何况轻者自轻,虽然张小涵的未剪辑版视频很高清,但杨子自己都说,希望到此为止了,粉丝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? 感谢观看